朋友们大家好 在上一节课呢 我们主要讲了角色控制脚本的一个编辑 然后搭建了我们角色控制的整个框架 在本节课呢 我们将讲解的一个内容是角色的移动控制 首先是外部Unity的一个外部输入Input 还有我们要通过射线来确定我们角色的一个移动位置 它移动到哪里 然后通过射线发射来确定 然后最后要讲解一下Unity的这个Navigation 就是Unity的这个制度巡路导航系统 先来看一下我们本节课要实现的一个功能 演示 点击开始 我们主要实现的就是点击鼠标左键 角色移动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所要用到的一些理论知识 API等等 Unity的这个外部输入Input Unity的这个Input的一个编辑呢 是在它的Edit Project Setting这个Input里面 给大家看一下 Project Setting Input 这里来设置我们这个Unity的一个输入 首先是这个轴 就是横向的横向的这个轴 它的名字 然后就是说你在代码调用的时候 就调用的是这个名字 然后是纵向的 然后它有哪些key来控制它 然后这个fire fire1呢 是指我们这个鼠标的按下 这个可以去控制 也是Left Control这个键也可以控制 设计fire 然后jump 那jump一般是空个键 对吧 然后我们代码来取得我们这个输入信息呢 就是通过这个Input 首先是GetAxis 就是说返回这个轴的值 比如说我按了那个我们ws来表示往前往后 但是往前多少往后多少 它就通过这个GetAxis 来获取这个输入的值 然后inputgetButtonDone呢 fire1就是说你这个按钮按下 鼠标按下 我们这个fire1现在是鼠标的左键 鼠标左键按下之后 它会返回一个true 然后getKey 比如说你的upError就是往上上上的那个键 downError就是往下的键 然后有这个输入之后 它会给你返回一个true or false 然后getButtonDone也是我们的鼠标左键 0就是左键 然后1呢就是右键 然后inputMousePosition 这个是存放我们鼠标在屏幕当前的一个位置 左下角屏幕左下角的映射是0 然后我们要用到的还有一个API是这个射线的这个输入 Unity通过发射射线来检测它前方是否有东西 我们所要需要的一个需求呢 就是当我们玩家点击它的屏幕的时候 那么从那个摄像头发送一个射线出去 然后这个射线当它碰撞到了这个地面之后 就表示我们玩家是点到那个地面的那个位置去了 所以说我们采用的是这个camera main 然后screen point to read 就是说screen point的屏幕的一个位置发射的射线 然后发射到哪里呢 发射到是我们鼠标的一个这个输入位置 然后它会返回一个recast hit的信息 就是光线投射碰撞的一个信息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信息来拿取到它在世界坐标中的这个坐标的位置 然后最后是这个unity的一个navigation的一个使用 然后我们进入我们的工程 进入我们工程之后呢 我们先打开我们上上节课编辑的这个player 我们的player 我们是通过这个鼠标点击位置 然后player的自动导航到我们鼠标点击的那个位置 所以说是这个player来控制 然后我们需要的是去检测一下 就是每一帧刷新检测 是否玩家有按下他的按钮 如果说input.getMouseButtonDone input.getMouseButtonDone 那鼠标左键点击按下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检测 它这个鼠标左键点击的一个位置 void target void checkplace 检测它的这个点击 然后返回一个 適逢点击到地面上的一个信息 我们这个鼠标的位置 然后这个时候就来进行检测 首先是发射一条射线 camera.man 我们通过camera.man 来查找到我们整个场景中的这个主摄像机 然后让它发射一个射线出去 然后就screen tool 输入我们要它投射到的位置 就从我们的摄像机镜头发射到我们的场景中 检测一下它的返回的信息 recast hit 然后再最好把它 最好通过debug.drawline 把它发射的这个射线给我们画出来 我们好看的 radian origin就是它发射的开始源头 然后它发射的地 碰撞的地点 然后它的颜色 我们给它设置成红色 然后让它显示两秒就消失 duration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来检测一下它是否是碰撞到地面 physics.recast 发射出去的 首先是这个射线 然后是out 把这个hit的信息给输出去 我们这个debug才能收到 out hit 如果说 特点 collider 就是它碰到的东西 的tag呢 是我们的地面compare tag 是我们的trim 就表示它确实已经点中了 return true 另外呢就是return false 然后就是这边如果说check place 如果它点击成功的话 那我们就要让玩家移动对吧 然后check place的输入呢 就是它的鼠标位置 input.mouse position 就是鼠标的现在当前点击的位置 然后输进去了之后 然后发射了一条射线到我们的场景中去 然后这条射线的返回的碰撞信息 就是它碰到了 有没有碰到地面 碰到地面的哪里 这个世界坐标在哪里 它通过这个hit返回来 然后我们画了一条debug的line 这条线来自己看一下它究竟是点到哪 然后用于debug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对这个人物进行导航了 嗯 我们这里报了一个错 然后啊 吃东西 用un sangto local 好 我们把它放出去 放出去就行了 好 检查应该就没有错了 他没有错了之后 我们现在来 啊 烘焙 我们这个导航的晚格 我们要烘焙的场景呢 是我们这个 好 是我们这个森林 森林的这个地面 我们首先要选中这个turing对吧 然后我们要打开这个navigation的界面 我这已经打开了 然后打开它的方式呢 就是这个window window这个navigation点击 然后它就会自动弹到这里 然后就打开了 打开到这时候 你点击到你所要作为你行走区域的这个mesh 这个object在这个场景中的object 它在这就会给你显示一个object 然后你点击这个navigation static 是静态的一个导航网格 然后你点击是的 然后它并且它导航的一个区域呢 是可可行走的区域 就是workable 它这个区域都是可可行走的 generate of mesh link 就是指两个导航的网格之间是分开的 比如说这有一个 这边还有一个 这中间有分开 那么它需不需要自动给你 生成一个那个可跳转的一个点 就是从A点跳到B点 然后跳到下一张网格去 我们这是不需要 我们现在只有 所以我们不用点 然后这个选好了之后 非常简单 点击back 然后它就会给你 烘培出一张这个网格信息 然后我们的玩家就可以在这个网格上面 自动巡路行走了 然后要让这个玩家自动巡路呢 还要在这个巡路的这个物体身上 我们这个玩家身上加一个agent navigation agent navigation agent 加了这个agent之后呢 它才会被标识为可以参与这个巡路的 然后这边有一些设置 readers就是它转弯的一个半径 主要的一个设置参数是这个speed 就是它在它要巡路的这个速度 还有这个acceleration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值 就是它加速跟减速 如果我们这个值太小的时候 它的那个减速就特别慢 比如说它快要跑到目的地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滑出的那个现象 如果它静止到移动 你总有个加速的过程 这个加速的过程就会特别快 我们一般不会把它设置成这么低的值 给它个100吧 它这还有一个stop distance stop distance呢 就是指的是距离 它行路的那个目的点 还有多久的还有多远的时候 它就应该停下了 我们就设置为0 就是它走到它的那个目的点 之后它就停下 我们继续写我们的代码 让这个人玩家移动起来 首先我们要拿到它的navigation public navigation navigation nav agent my nav 走到它的那个collider的这个点 玩家的移动 private void move 给它一个目的点 然后它就会变成了 然后玩家这个时候呢 他要按enter 他要进入一个行走的形态 对吧 让它的动作变成从站立变到一个走的一个动作 然后变成走了之后呢 玩家就需要移动到它的位置 my nav.setDestination 给它设置一个目的点 当它碰撞的是terrain的时候呢 它就应该move到hate.point 这个位置点去 除了让它移到这个点 我们首先还要让玩家转向 对吧 要转来看着我们的这个目的点 我们就应该是myroot.lookat tuget.put 好 我们来试一下 哦 tag还没有进行设置 我们的这个 我们场景的tag还没有被设置上 trane 我们这个trane应该给它设置一个tag 现在这 tag没有trane 我们就add tag add tag呢 这有个加号 你点击了之后 给它输 输入一个trane 找陆地 对吧 我们再运行起来看一下 哦 没有进行初始化 我们所有的移动角色都会参与这个nav 就是通过我们这个nav来自动巡路 巡到它的目的地 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个 锁引拿到我们的ntt上面去 放到这里来 然后awake的时候就拿到它的锁引 等于myroot.getcomponent navigationagent 我们再来运行看一下 好点击走动 第二点击走动 哎我们发现它走到它目的地 它没有停下对吧 它是因为我没有让它停下 那我们在代码里面 进行一下设置 这时候来检测一下玩家 它如果它还在 如果它是行走的一个状态 如果说它的这个state呢 是等于 nttstate 行走的状态 并且它已经走到了这个目的地了 mynav.remaindistance 就是说它距离它 目的地所剩下的一个距离 等于0 的时候 它就应该我们的玩家就应该进入 idle的一个状态 对吧 我们在初始化它的时候 就让它进入idle的状态 这里忘了进行设置 我们要时刻监视这个玩家的一个状态 行走移动还是在攻击 我们在这儿 当它到达了目的地之后 就让它进入一个idle的状态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这次我们移动到 我们的目的地 是不是玩家 还不会 还是做了一个行走的动作 还是停下来了 停下来了 嗯 可能不太精确 我们这个 我们就让它彻底停下来 nab.stop 啊就是 彻底停下这个 巡路了 然后在它需要 动的时候 我们再给它 回复成 啊 它需要巡路 remove resume 再来运行 好 好 现在 当玩家走到它的目的地之后 它就会停下来 对吧 好 那我们本节课 呃 所讲的内容呢 主要就是 呃 Unity的一个外部的输入的接收 发射 鼠标点击 左左键之后 发射射线 从摄像机发射射线到啊 场景中 检测到它 所点击的位置 然后通过Unity navigation 把我们的玩家导航到它所点击的位置 好 本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